我刚刚的东西在这边也有 index 然后我做好的程式在这里 再来就是mid加上那个len函数怎么做 答案就在这里 当然你不是看答案 每个人看答案都贴上去都OK 但是你要怎么做 我觉得活用比较 如果我今天要把前面的东西切掉 那怎么做 这个重点来 一请你把等号后面这个公式剪下来 OK不包含等号 二因为我要切割他 所以插入文字类的函数 把它当文字处理 因为他目前看到就是这一串 冒号加后面 后面的资料是我要 所以我用切割函数 那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用mid 你可以用repress 我是觉得mid比较简单 我们先看mid 按确定 接下来呢test 就是刚刚那个东西 所以把它贴上 OK 所以贴上之后呢 这个文字是我们要的 第二个问题是说star number 从第几个字开始 从哪个字开始啊 那你就跟他讲说 我从这个栏位名称加两个字 因为第四个嘛 第五第六 我要从第六 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用加个len 前面有讲过了 len的话就算里面几个字 刮胡 然后跟他讲说 这个地方帮我算一算里面有几个字 里面有四个字 加上两个字 因为我们从他的路值时间 冒号的下一个 所以两个字 然后呢他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你要抓的是 这边后面的几个字 从第六个字开始算起 然后面有几个字 那其实后面有几个字 如果你要去算也可以 不过很麻烦 那我的习惯是直接的 因为后面我全要 所以你就输入99就好 什么意思呢 这99 对为什么 因为我不管有几个字嘛 反正我都输入一个很大的数字 很大的数字 他如果说大于那些 大于那个字算长度 他等于就是把那些字都留下来就对 所以你会发现哦 最后得到的结果 就会是什么 从第六个字开始 他就帮你留下这些 那因为我 如果要去算他里面几个字 又太复杂了 那我干脆很简单 取巧 直接输入一个大于 他的长度的一个数字就好了 那这个是一个取巧的方法 因为你不用算嘛 反正后面全要的话 那你就直接输入99 你输入99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一个方法 有的时候其实解决问题 或者想成事的时候 不见得一定要钻你脚尖 一定要把那个想出来 有时候反而你就是 诶 取巧一下 问题先解决 再慢慢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后来发现这样就OK了 所以以后 假如说你要的东西刚好是很多 是全部的话 当然如果你是在中间某部分 那就要算 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所以MID 配合字串长度多一点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的 这样结果就OK 但是你向右 可以了 但是向下应该会出错 有没有 还要乱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MID的时候 还有个地方要要改 因为呢 我将来的蓝 蓝的部分 这个D1是抓这边 向右的话变E1 FG1 对不对 但是向下的时候 我讲过 他这个E会变2 2会变3 当然我们不能变 所以怎么办呢 把那个E的前面怎么样 加一个什么呢 前的符号 OK 这样就OK了 D的前面要加吗 但不能加 因为加的话都四个字 他两个字 OK 这两个字 所以有的 字数不一样 所以最后记得 关键点就是加一个什么 这个前的符号 按确定 向右 再向下 这样就OK了 最后如果你要调蓝宽 选D跟G蓝 再快点两下 其中一条线 他就自动调整OK了 就完成了 另外的话呢 当然你还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 不过我是觉得你们 其他部分可以是 replace 可不可以 刚刚如果你不用MID 你可以用replace replace一样呢 要配合那个LEN 那不过replace跟MID 比起来的话 1234 他有四个 参数要给 所以相对于MID 我觉得好像比较复杂 这边有放在这边给各位 我截图啦 如果你要试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用replace看看 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不用index 你也可以用这个函数 叫indirect 这个函数可不可以做到 也可以 答案在下方 概念差不多 只是说我觉得 这个可能 需要 但是也许你如果 你觉得一个 ok index 就可以了 我觉得就就差不多了 但是 indirect函数还蛮好用的 蛮多地方 如果你会用的话 这个问题马上可以解决 ok 那这个给各位参考 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 用VBA来解决 所以如果说你想 我说 VBA其实城市就这么多而已 真的不多 就这么多 如果你这些 假如假如我们把这个城市 如果我用VBA的话 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一样把这边先复制一个 就是蓄置这边复制一个 然后这边把它改 点两下 改VBA 如果说城市 你可以 当然最好是自己先写一下 这边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把这边贴上一下 这个拿掉 我都fix 这个 那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先清除 清除范围 这个执行 ok 啊 他其实逻辑就是一个for i for j 这个丢过来 加1 继续往下 就解决了 ok 这个完全不用那么那么多函数了 结果也ok 只要怎么做 也许可以各位可以想想看 其实 相对的是需要把城市逻辑理解 但理解之后你会发现 好像也没有 这个那么复杂 那这个其实说比起来 反而没有简单到哪里去 都是 复杂 但是好像VBA可以多写几 啊 试试看 我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 把第一个先把密 就是刚刚的那个 index的结果 减下 但记得减的时候不要减到等号 再把那个减下的公式贴到mid 里面的第一个test里面 再利用什么呢 抓那个上面栏位名称的长度加两个字 然后 总共要几个字你就输入99好了 他就全部都抓过来 记得就向右向下 要把那个列 D1的那个E把它锁起来 否则的话他会自动会增加那个一列 那就会错 大概是这样的 mid其实就这样就够了 另外你们也可以参考那个 我们那本参考公书468招 他也有解答 不过你会发现 你看着 看着我的解答之后 你会发现 哇 我的解他那个写的好复杂 如果你们回去可以翻325那个 那个题号 他书上也有解答 不过解的真的是超级复杂的 比我讲的还要更复杂 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他另外等一下 如果这个做完之后可以试试看用VBA VBA的话呢 最后就是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人士分栏 一个按钮是清除 把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其实感觉起来好像 如果你后面如果熟悉VBA的同学 我之前跟几个同学聊过 他们说 老师那干脆写VBA就好了 就不用那么多复杂的东西了 不过前提是 他已经熟悉VBA的语法了 OK 试一下